红果果美食屋 就会树心球的一天开始啦 红果果三位小朋友们准备什么好吃的呢 派对 go 红果果大厨师就是我 红果果 大鹅哥可爱刀哥就是我 刀哥 看一眼我最最聪明的摩尔 啦啦啦啦啦啦 一起来开派对 好吃的呢 好吃的全世界草猫猫 喵喵喵 谁能帮大家去找一找 谁能去呢 十九八 七六五四八 啦啦啦啦啦啦啦 选定你就出发 哎 他们怎么像大熊猫一样在吃竹子呀 哦 他们原来不是在吃竹子 而是在吃饭呀 只是把竹子当成小碗来盛饭 道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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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叫竹筒饭 哦 道哥知道竹筒饭 在云南这个地方竹子的种类特别特别多 当地人生活中好多东西都能用竹子来做哦 包括做饭 这样做出来的饭都带有竹子的清香哦 那现在道哥就要把竹筒饭传送给果果美食屋了 哇 大家好 欢迎来到果果美食屋 我是你们的好朋友红果果 本栏目是由智能陪伴快乐成长 置办儿童机器人独家冠名锅猪 美食传送完毕 小朋友们听见了吗 我们的魔法冰箱在呼唤我们 一定是我们的好朋友传送了好吃的 一起来看看是什么吧 一起来 这个好像是个竹筒 然后还有一碗糯米 我知道了 我今天要做非常好吃香喷喷的云南竹筒饭 在做好吃的之前 我们先来认识一下今天和我们一起做美食的四位小厨师 我们一起吃吧 小嘉宾 关雅欣 今年六岁 小嘉宾 齐轩一 今年六岁 小嘉宾 仁浩 今年七岁 小嘉宾 田一新 今年五岁 欢迎我们可爱的四位小厨师 今天我们要做香喷喷的竹筒饭 小不小吃 好 在做美食之前我们要做什么 洗手 好 一起来洗手 吧 摸摸摸飞着洗小手 看谁泡泡多又多 错错错又错错 小手变得很干净 啦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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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啦 洗完之后别忘记 关掉水龙头 本栏目指定产品为陪伴三代人品质可放心的南山贝惠奶粉 好的 我们的手已经洗干净了 接下来我们就来做香喷喷的云南猪筒饭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这个 小朋友能看出来了吗 它是什么呀 这个猪筒 大大的猪筒对不对 见过竹子吗 见过 什么样子 给我形容一下 轩衣你说 什么样子 它长得直直的 上面长着叶子 而且每一节都是有个断开的 说得真好 这边的小朋友回答我 竹子是什么颜色的 绿色的 绿色的 很漂亮对不对 去过竹林吗 去过 真的是跟仙境一样对不对 我想问问你们 什么动物爱吃竹子 熊猫 大声一起说 熊猫 没错 大熊猫非常的爱吃竹子 我们身边有很多很多 各种可爱的小动物 你们是不是很喜欢 我们每个人来模仿一下动物好不好 我们一个一个来这边 可乐 你最喜欢的动物是什么 蛇 蛇 你好可爱 好有个性 这一般我们都很怕蛇 你居然喜欢蛇 蛇什么样子 我们君子给我们模仿一下 蛇 很有个性 蛇蛇你喜欢什么动物 兔子 兔子 那兔子什么样子的 橙色的 有了好几种颜色 真好 你来模仿一下兔子好不好 很轻盈的样子真棒 好这边的小朋友 轩一喜欢什么动物 我喜欢小猫咪 猫叫起来是什么样子的 给它鼓鼓掌 像不像 好棒 豆子喜欢什么动物 兔子 兔子爱吃什么 胡萝卜 你爱吃胡萝卜吗 好 接下来我们就开始来做好吃的云南竹头糯米饭 好 首先我们需要这个 我们来看一下白白的是什么 糯米 糯米 没错 你们知道糯米和大米的区别吗 一个是小小 它主有一个是 对比的软一点点 其实我们仔细观察 糯米要比我们平时吃的大米再更白一点 对不对 而且还小一点 好 接下来 我们把糯米倒进水里 要怎么样 给它洗澡 对不对 好 我们用手抓一抓 把糯米洗得干净一点 我们的糯米洗澡洗干净了没有 干净了 洗干净了 好 我们把糯米捞出来 再装回碗里 把水分沥干 然后放回去 好 糯米洗完之后 好 糯米洗完之后就是这个样子的 非常的干净 对不对 刚才我们说了我们要做香喷喷的云南竹筒饭 里面的食材非常的丰富 都有哪些呢 接下来我们来玩一个游戏 我们让每位小朋友上来分别品尝一下 都有哪些食材 好不好 谁先来 我先 你先来吧 来吧 粘到这个台阶上面 然后闭上眼睛 不要看哦 然后呢 红果果呢 快一手 然后你尝一尝 然后可以张开眼睛 大声说是什么 菠萝 菠萝 好的 谢谢小朋友 真棒 好 第二位小朋友是谁 要不你来好不好 来 雅兴来 好 闭上眼睛 来尝一尝你吃的是什么 这都是我提前煮好的 非常新鲜的 豆子 豆子 我们来看看是不是豆子 哇 好棒啊 那第三位谁来 好 可乐你来吧 上来啊 闭上眼睛 红果给你吃这个 非常的好吃 玉米 我们来看看是不是玉米呢 哇 好 答对了 好的 谢谢可乐 好 最后 好好盖你了 上来看在前面闭上眼睛 我们请好好来尝一下这个是什么 香肠 我们看看是不是香肠 是的 香肠 好 谢谢浩浩 我们四位小朋友好厉害 都答对了啊 第一种食材是什么呀 第一种食材是什么呀 菠萝 第二个呢 青豆 青豆 然后第三个呢 玉米 第四个就是火腿肠 然后呢要把它们混合在一起成为好朋友 好 接下来呢 首先我们把糯米倒进去 好 洗干净的糯米 然后接下来呢 分别把我们刚才准备好的食材呢 也倒进去 有什么呀 菠萝 还有青豆 哇 好漂亮 玉米 最后一个是香喷喷的火腿肠 哇 这样我们看这个碗里的色彩 是不是很鲜艳很漂亮 很有食欲的感觉 对不对 好 我们把它搅拌一下 让它们成为好朋友 好 我们给电视机前小朋友看一下 搅拌完了之后呢 就是这个样子的 哇 好漂亮 接下来呢 我们把这个竹筒的盖子打开 把搅拌好的米饭呢装进去 好 装的时候呢 要有耐心不要着急 因为量比较大 好 装进去了 盖子盖上 这个最后一个步骤呢 就是要去把它蒸一下 蒸熟了我们就可以吃了 好 接下来我们看看 敞话的小朋友 他们的糯米饭做得怎么样了 好 好吃的这个云南竹筒饭呢就做好了 我们来看一下 打开盖子 哇 扑鼻的香气 再来看看里面 哇 五颜六色非常好看对不对 我相信我们现场的小朋友已经等不及想吃它了 但是在吃美食之前我们要做什么呀 收拾桌子 真棒 我们一起来收拾桌子吧 擦擦桌子 洗洗盘子 啦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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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刷刷杯子 整理整理 养成好习惯 小朋友们都很棒 一起动手很快乐 一起做美食 第一步 将糯米洗净 第二步 将锅罗滴 豌豆 火腿肠 玉米 放入糯米中搅拌均匀 第三步 把拌好的糯米饭放入竹筒中蒸半个小时 欢迎回来 本栏目是由智能陪伴快乐成长 置办儿童机器人独家冠名播出 今天的米饭真的是太香了 我已经迫不及待了 小朋友们拿起勺子 我们来尝吧 有菠萝的酸甜 火腿肠的肉香 还有青豆的脆嫩 太好吃了 我们的可乐小朋友吃的是惊惊有味 还有更开心的事 我们的好朋友给我们送了一份神秘礼物 是什么 我们一起来看看 今天大厨给我们带来的是香喷喷的照烧鸡竹饭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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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我们今天的美食搜索员 今天我们的四位小朋友表现得也很棒 他们将获得由南山被惠奶粉送出的精美礼物 恭喜你们 太棒了 好的小朋友们 刚才我们做了那么久的美食 接下来我们是不是应该活动一下身体 赶快进入下一个环节 那就是请你像我这样做